今天就来这里把这一坡有五框封的那个密封给分掉 这一个大箱 这边三框 这边两框 这边三框呢 这个是没有王的 这边两框呢 这个是有王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风箱啊 这风箱前面呢 有那个三个门口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是把这些放在中间的 然后呢 现在我们就把它搬到两边去啊 再拿这个隔风板 不是 拿这个沙网 这个沙网由中间来把它隔开 这样子隔开 按道理说呢 是同一项蜜蜂啊 我们不用隔开都可以啊 因为他们都是同一项蜂 TV都是一样的 是不会打架的 但是呢 大家不要忽略一点啊 这个蜂王啊 如果这边三框的这一群呢 出了蜂王之后啊 它有两个蜂王 这边一个 两框这边也有一个啊 这个蜂王呢 有可能啊 就会跑到外面去啊 它看到了 就会打架 那个蜂王呢 是会打架的 那蜜蜂是不会打架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要把它隔开啊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跟那边那个门口给打开啊 门打开了之后呢 因为这个位置啊 门口的位置不是特别远啊 所以说呢 它就啊 总的那边呢 有那边出 这边呢 有这边出 经理是这样子啊 再然后呢 我们还是老方法 上面呢 啊 盖上胶子啊 我们盖上胶子 然后再盖上盖子之后呢 就啊 像别像个那样子啊 我冬也不能冬 推也不能推 反正它们就过不过来啊 进也不能进了 退也不能退 它只能像两个箱子那样子啊 分开了 我们过一个时间呢 再来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这个啊 是否已经是 已经开始残暖了 这边这群没有蜂王这群 如果没有太残暖了 就是那边大房不成功了 我们就可以随时的把它合并来啊 这样子 都没毛病啊 这一种方法呢 就特别是和一般的 没有什么经验的那个两个朋友啊 我们中间呢 再加一个垫子下去啊 就是预防那个蜜蜂啊 或者蜂王啊 会过来啊 那我们再把它盖上了 这样子呢 这个分风啊 就已经完成了 如果有哪位老铁啊 想分风的 又没有经验的 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大箱子来试一下 这样子是最保险的 分风成功了 我们就再拿那个酱子 放在这里以后 过掉 它给它让我们够翻掉 就可以慢慢翻走 如果它分不成功呢 我们就可以合并 让它曾经有亡了 然后再分 因一般来说呢 这样子分居都可以 等候快乐 可能更啊 好